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 美国最主要的手段就是大规模增发货币 叫超级量化宽松 它的超级的那个概念本身就包含着零利率 它制造出来的大量货币投向了国际市场 而由这些生产国家向它竞争着输出低价格的商品 美国的金融霸权背后是军事霸权 金融资本是直接排斥劳动的 它也排斥实体经济 金融霸权在不断的扩张的这个过程中 最终呢它的那个扩无可扩 要趋向于法西斯化 只有中国现在强调生态文明 不能信任西方所强调的金融自由化 金融必须服务实体 绝对不许拖势向区 抓紧转型 生态资源价值化实现 最终呢是实现生态资本深化 在旭论32页提到的核心国家概念 不断向外输出通货膨胀的同时 有效实现了自身的低利率和低通胀 其具体实现低利率和低通胀的手段是什么呢 近几年发达国家的通胀也开始增高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 是通胀的转价模式失效了吗 这个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 美国最主要的手段就是大规模增发货币 叫超级量化宽松 回处超级量化宽松的同时 它的超级的那个概念本身就包含着零利率 也就是大规模制造了零利率的资金 那对于美国来说呢 这些美国的靠欧公司拿到这些 这么低成本的资金 当然可以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共产掠地 这点呢应该是清楚的 那它之所以能够这样呢 就是因为实际上它的金融是过剩的 过剩的要素就不可能有正的回报 所以它的利率呢可以是零 甚至可以是负 那在欧盟国家也同样 所以在欧洲呢也有负利率 资金大规模的制造出来 它本身应该是造成通货膨胀的重大压力 但它不发生通胀的主要手段 就是因为它不是生产国 它制造出来的大量货币投向了国际市场 而由这些生产国家 像中国呀印度啊越南呢 印度尼西亚墨西哥这些生产国家 向它竞争着输出低价格的商品 因此它的市场商品价格是低的 这就是美国低通胀的秘密 它所形成的巨额的货币是向外输出的 而它国内呢商品的价格是低的 所以它正常情况下它不出现通胀 但是上一届政府就奥巴马那个时代过去了 当这个美国的这个商人出身的政治老白 他当了总统的时候呢 他要的什么 他说他要重新恢复实体性 比如说他大规模加税 大家也都知道哈 这个加税对于制造业国家 特别是对中国这样的大型世界上所有产业都在中国 那我们生产了世界最大规模的工业品 那对我们加税 其实就意味着它自己国内的价格要上涨 因为你加了税最终转一圈 还是你的美国公司要从中国进口商品吗 那最终呢 可以说有相当部分 这个美国加税的客观结果呢 是造成了美国商品价格上涨 这不就意味着通胀基础发生变化了吗 他过去是因为价格低啊 他不通胀 现在他价格高了 他本来就应该发生通胀 再加上 大家都知道是2018年开始启动 三月份嘛 开始启动对中国贸易战的 结果到了2020年 才短短的不到两年的时间 也差不多两年于2020年的春天 才开始出现全球物流受阻 那就是因为疫情爆发了 那因此呢 就造成物流突然被疫情打断 大家也都知道 本来这个商品流通相对比较通畅的时候 就不短缺 那突然一下子货架上空空若也了 那就短缺了 那商品短缺 当然就使得价格陡然涨上去了 这样呢 他们这个通胀呢 就不断的恶化 最终的就演化成了2021年开始出现了相对比较高的通胀率 那他们开始的通胀的解释又是一种相对比较寻找托词的那种政治上的一种推托吧 所以没有认真采取措施 直到后来才开始相对比较高的去提高利率 这个是个过程 现在仍然处在相对通缩的阶段 他又没有对外大规模去输出货币 然后去制造全球的通胀 但是这个全球通胀 特别是原材料能源啊等等 这些通胀呢 又被第三个因素 就是俄乌战争 又把这个石油天然气的价格一度打高了 当然现在又回来了 一度打高呢 又是一个影响通胀的因素 所以在这个演变过程中间 是多种多样的不同因素共同作用 才造成了现在发达国家 普遍遭到高通胀的直接影响 这个因素是复杂的 所以希望大家稍微的关注的面呢 宽一点就理解了 新兴七国比较研究中提到 核心国金融霸权 趋向于法西斯化 是当代人类社会最大的威胁 怎样才能化解它呢 请问二十大后 我们是否有了更好的策略 谢谢你们的问题 阿民老先生还在世 没有去世之前 我们讨论过很多 关于金融霸权 在不断的扩张的这个过程中 最终呢 它的那个扩无可扩 又趋向于法西斯化 当然这个客观上也是因为 金融资本本来就是一个排斥性的 它不仅是金融资本是直接排斥劳动的 它也排斥实体经济 所以它是一个高度异化的这么一个经济部门 因此呢 从问世以来 就是以快 以这个所谓短期流动性来作为它的获利手段 所以它是最主要的和这个大型计算机结合的部门 那它的一旦跟计算机结合 就是由计算机来做多空撮合 在资本市场上呢 它就是稳赚不赔 那当然这就要求它的那个速度呢 就是我们以前也给大家讲过 0.0几秒就能完成一次交易 0.几秒就能完成一次结算 因此呢 大型计算机资助下的包括AI的这些技术 都有利于金融资本以更快的速度来异化于实体经济 形成自己独立的力量 那这个独立的这个金融资本的力量 对人类社会本来就是一个最大的威胁 它完全脱离开人 脱离开实体 脱离开社会 变成一个靠机器 人们只是说这个机器人的算法越来越先进 它可以替代人脑了 那看到了机器人对人的威胁 但是很少有人去解释 其实已经对人类社会造成最大威胁的是 金融资本的数据化或者电子化 不是简单的说e-money 这个就是威胁 而是当它和大型计算机结合的时候 它完全可以和人类社会无关 能不能化解这个威胁呢 就目前情况看 美国的金融霸权背后是军事霸权 这么一个方向 那只有中国现在强调生态文明 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强调共同富裕 当然也就强调 金融不能异化 金融必须服务实体 绝对不许脱石向虚 这些年 我们听到了很多这些说法 那包括这次房地产的抑制 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房地产公司都在做金融 所以如果你不压住他们这种盲目扩张 野蛮生长的势头 那接着就会使中国遭遇到 2007年美国的四代危机 和2008年的华尔街这种海啸 所以呢 在这个演化过程中 国内也有相对比较复杂的力量 在起着作用 所以我们说一方面呢 我们对国际上 我们要明确强调 政治主权经济主权 都是我们自己要控制的 不能信任西方所强调的金融自由化 但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还是得抓紧转型 我刚才解释的那个 生态资源价值化实现 最终呢是实现生态资本深化 我们还是要把中国的转型 咬定在生态经济 生态文明这个发展战略上 那因此呢 用这些来理解我们现在二十大提出的 国家战略的调整 可能就会更深一点 大家理解的可能就更深 尊重全面一点 好了回答完了谢谢你们